火线新闻带您关注 中共国台办在昨天宣布多项对台措施 中共政协主席于震申也向台独人士招手 为了中共对台大动作 台湾媒体解读这是政治招详 而民进党发言人则说 这是中共的统战老调 中共全国政协主席于震申 在海峡论坛说 欢迎台独人士到中国大陆走走 这番话被台湾媒体解读为政治招详意味浓厚 民进党也对此作出回应 在这样的谈话里面 其实是中共统战的老调 中共欠缺对台湾民主开放自由社会的深层了解 中共对台大动作 国台办还宣布多项对台措施 包括增加台胞证业务据点 开放台湾人考技术证照 增设多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而其中一项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 将可就台湾乡镇市调节委员会的民事调解书 进行司法解释 被批评对台湾法制不够了解 中国的法制跟台湾有很大的差距 中国的法院到现在 无论是地检署或法院都还有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检查机制在里面 法院里面也还有党委书记这样的职路 这个是非常不符合整个西方的民主司法体制 中共不断强化两岸交流 而且扩及各项领域 不过实质交流权依然掌握在官方手中 要了解真实中国 外界还得费一番功夫 新唐人演的电视 如天长柳自营陈真 台湾台北报道